台南一名郭姓独虫19号晚间开车勤进安南区 眼见着违规闯红灯被警方盯上 他竟然蒙踩油门落跑 就算失控撞民宅 独虫还是汽车逃逸 但是最后仍然被警方压制 另外在中西区则是有骑士 骑乘着一次改装车 沿路巨检逃窜 最终不敌警民合作乖乖就呆 京北追逐当街上演 大街狂飙又钻进小巷 随后嫌犯失控自撞 铁了心想逃 嫌犯跳下车还想继续跑 直到支援警力抵达 办嫌这才落网 事发在19号晚间9点多 台南安南区宜安路 当时郭姓男子开车闯红灯 眼看被警方盯上 他竟猛踩油门 就算转弯失控撞击铁平民宅 会汽车途不逃逸 就是身上藏有微禁品 查获藏有毒品安非他命0.87公克 红包带一包 而另外在中西区 则是有骑士跑给警察追 疑似改装机车呼啸而过 远警猛吹油门 一度追丢了 好在有热心民众 在民众指引下 远警展开搜索 一个重心不稳 骑士摔车倒地 远警也趁势逮人 他干嘛跑啊 原来这名郭姓男子20号凌晨 骑程疑似改装车 行经名全路 由于车辆巨大噪音 也遭远警拦查 但他却拒检逃窜 最后不敌警民合作 这才怪怪就犯 这是一时心虚 但终究逃不过警方手掌心 借我帮不及其他报道